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4月11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先来带您关心的就是国内新冠肺炎 昨天是新增了两例境外移入病例 分别是从印尼还有菲律宾入境 累积全台确诊一共是有1056例 至于新冠AZ疫苗 目前已经有两万四千多人接种 从礼拜一十二号开始 将扩大给中央还有地方防疫人员 高接触风险者接种 而指挥官陈时中也证实 正在规划开放自费疫苗 给商务出国还有留学民众施打 最快下周公布细节 国内新冠AZ疫苗持续开打 9号新增2577人接种 创开打三周以来单日新高记录 累计共有两万四千四百五十名 医护人员接种 并新增十四件不良反应通报 其中一件为其他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 而下周一四月十二号起将扩大给中央及地方防疫人员 高接触风险工作者接种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防疫如作战将带头施打 不只侯友宜台北市长柯文哲 桃园市长郑文灿台中市长卢秀燕高雄市长陈其迈等 总共有十个县市首长都已经表态愿意施打AZ疫苗 希望能提高民众施打意愿 此外为了加速疫苗接种速度 指挥中心也计划开放出国留学民众自费施打疫苗 初步规划自费疫苗以一万剂为目标 陈时中强调开放自费疫苗方向是确定的 至于自费市场价格等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最快下周公布 也不排除将出国的台商也纳入自费疫苗试用对象 全球疫苗分配不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目前全球已经施打了超过七亿剂的疫苗 但是大部分的接种者都是在高收入国家 另外投入COVID平台的交生疫苗 现在却是传出有四个人在施打之后 出现血栓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最新疫苗接种情形 全球目前已施打超过七亿剂 但却有八成以上集中在高收入国家 显示全球疫苗分配不均 瑞典环保少女同辈里也为接种分布不均打爆不平 甚至扬言如果状况未获得改善 那么他将缺席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截至目前COVAX已配发约三千八百四十万剂疫苗 给一百零二个国家 目标在年底分发至少二十亿剂 同样投入COVAX平台的交生疫苗 现在却惊传有人爆发施打后出现身体不适 欧洲药品管理局接获消息 有四人在接种后出现罕见血栓和并血小板低下状况 其中一人不治身亡 而美国FDA则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显示 疫苗和血栓之间有因果关系 但会持续调查 美国疾管中心CDC认为出现严重副作用比例偏低 因此建议继续施打 另外根据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指出 世卫组织已对中国科兴和国药两大疫苗进行评估 最快月底会公布是否批准紧急使用许可 公事新闻王本编译 缅甸军方二月起发动政变 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世卫群众周末依然持续走上街头示威 不过仰光附近的城镇博固 两天之内已经有超过八十个人 遭到安全部队射杀死亡 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 缅甸截至目前已经有七百零一个人死于镇压 而军政府则是宣布两年之内将会举行大选 就算缅甸安全部队持续大力镇压 群众周末仍然走上街头和平示威 许多人高举三根手指 反对军政府高压极权 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统计 从政变开始后 截至本月十号 已经有七百零一人死于安全部队的镇压 其中包括四十八名孩童 另外有两千八百多人被拘捕 仰光附近的城镇博固 近日夜间抗争者更遭到安全部队不断受杀 两天之内造成超过八十人死亡 暗夜里枪声不断 莫及民众表示 缅甸当局拒绝让试图营救的园员靠近尸体 更封锁了附近区域 到了白天 群众仍然不放弃表达诉求的机会 持续躲在简陋的路障后抗军 七位活动加上大规模的罢工 缅甸全国陷入停摆 军政府声称 对抗政权的抗争活动已经在渐渐减少 因为民众想要和平 因此将在两年内举行大选 这也是军方首次提出了回归民主的时间表 记者朱凤柱其称 综合报道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苹果日报 台中苗栗北张化部分地区 苹果日报报道 上星期二开始实施公五停二分区供水 但是有民众反映 到了取水点却没有水可以用 取水点热区补水太慢等问题 水利署表示 已经协调国军90辆消防水车 加入补水的行列 和台湾自爱水公司的水车一起整体调度 自由时报我们看到的是 台北市卫生局定出了新型烟品管理自制条例 把电子烟还有加热烟品全面纳管 除了限制未成年以及进烟场所之外 更是全面禁售电子烟等类烟品 为者最终可以罚五万元 曹安目前已经送入议会 最快下半年开始实施 联合报我们关心的是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对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的垄断行为 祭出了天价罚单 182.28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大约791亿元新台币 这项破纪录的罚款 远远超过2015年 才把美国沟通半导体的274亿元新台币 而阿里巴巴表示 对此处罚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花联地检署和连镇署 持续追查台铁太鲁格事故案 从礼拜五开始扩大约谈台铁官员 以及建造商联合大地人员 经过漏夜的征讯 台铁花联公务段雄姓施工主任 主办工程司潘姓工程师 还有联合大地建造理性主任 以及张姓安卫人员 都依涉嫌过失致死罪 预令15到50万元交保 而共同被告 逃一外籍移工阿豪 他事后立刻骑车逃离现场的影像 现在也曝光了 十号清晨近五点 台铁花联公务段雄姓施工主任的家人 带上现金来到花联地检署准备交保 头戴蓝帽身穿蓝色与容易的雄姓主任 不发一语驱车离去 花检九号下午起扩大约谈台铁花联公务段 四位人员与监造商联合大地两名人员 就是要厘清他们在北回县边坡安全防护设施工程 有没有疏失或违法 金漏叶征讯雄姓施工主任潘姓工程师 联合大地张姓安慰人员和李姓建造主任 皆一涉过失致死等罪 预知十五万到五十万元交保 台铁花联公务段代姓段长和林姓副段长获请回 上午相关人等陆续交保 从单一的过失致死罪扩大到违法借牌 是否涉及贪毒 花检表示将查明犯罪事实再做法律评价 而积押中的共同被告一公阿好 事发后逃离影像也曝光 路口监视器拍到他在二号上午十点出头 独自骑往李逸祥住家 藏好机车再到花莲火车站附近投靠同乡 并在七号落网 记者温家凯玲小慧张国良 花莲台北报道 台铁太鲁阁号发生严重事故之后 台铁公班人员不分住业抢修 目前崇德站到何人站已经完成试运转 目标是二十号通车 另外也初步决议事故路段 暂时是以四十公里慢速运行 而事故之后有行车调度员指出 台铁用于障碍物通报的紧急专线 民众是竟然打来测试甚至谩骂 不止干扰作业也可能会延误到 真正需要通报的紧急案件 通往太鲁阁号事故地点的路口 十号起台铁设置工区封锁线 并派驻人力全天后管制 前一晚完成试运转后 施工作业区现场还堆置备用材料 与毁损钢轨等物件 要由公务人员调离将工地收拾干净 9号晚间的试运转 从崇德到河仁站 共进行四趟测试 钢轨 耗置及电车线等设备 测试皆运作正常 接下来将由相关单位 检测清水隧道的结构安全 目前20号恢复通车的时程不变 到时候事故路段 将会先以低速来运行 台铁此次严重事故各界关切 若当时工程车滑落能被及时通报 也许有机会避免汗事 日前台铁也将障碍物的紧急通报电话 公告上网 在三月份这只电话平均一天三四通来电 但有行车调度员指出 光8号一天就接了快五十通 有人打来测试 甚至有人谩骂 造成极大困扰 台铁指出 综合调度所行控室调度员要负责辖区内列车调度 让列车准时安全 同一时间监控十台班车以上 需要高度专注 而且还要跟现场各车站随时联系 呼吁民众不要乱打 至于调度员建议事关行车安全的专线 应比照110或119情务通报中心 由专责部门处置 台铁表示会演绎 记者温家凯林的郭俊玲综合报导 美国国务院九号发布最新的对台交往准则 强调是基于台湾保证法规定进行审查 鼓励深化台美非官方关系 国际事务学者分析 虽然宣誓的意义比较大 但是实际上 未来台美的官员将可以前往对方官署 拜会和洽工 美国国务院美国时间九号 以犯人普莱斯的名义 发布新闻稿 说明最新的对台交往准则 内容指出 新准则将放宽与台湾之间的往来 维持双边非官方关系 并提供行政部门有效的执行 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及六项保证 一个中国政策的明确讯息 并强调这项准则 是基于台湾保证法规定进行审查 学者分析过去我方驻美代表等官员 到国务院拜访美国官员 可作不可说 未来将可前往对方的官署 拜会与洽工 以后就不用约在外面餐厅见面了 我可以到办公室洽工 就是它只是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说台湾可以跟美国关系更行正常 最新的对台交往准则 鼓励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接触 不仅可以在美国联邦公务机关建筑 或台湾驻美代表处会面 而且也可以出席双向元等活动 但学者分析 美国政府在一中原则下 也只能深化台美非官方的关系 而为了避免一中政策复杂化 涉及敏感的国家庆典活动 像是双十国庆 恐怕不得参加 不过外交部认为 这也是台美关系的一大进展 总统府发言人张淳涵也回应 强调松绑台美交往准则 已是美国朝野所共同支持 美国行政及国会部门 也会持续努力促进台美交流与合作 期盼未来能促进台美双方更多互动 记者黄历委张子嘉台北报道 空军两架F-51战斗机 3月22号执行训练任务 不幸在屏洞外海坠海 两名飞官罗尚化训职 潘颖针失踪 空军司令部10号上午 在台东的制航基地 为训职飞官罗尚化举行攻击 总统蔡英文亲自前往颁发包养令 而另外一位飞官潘颖针 空军司令部表示会持续搜救 空军司令部10号上午 由总司令雄后姬主持F-51训职飞官 罗尚化上尉攻击典礼 追赠罗尚化少校官阶 并颁发中勇殉章 随后空军副旗官为罗尚化灵鹫 覆盖中华民国国旗 表彰他在3月22号执行训练任务 英勇殉职 总统蔡英文上午9点20分搭乘专机 抵达制航基地参加攻击 颁发包养令给罗尚化的遗伤 总统在致辞时正式以三军统帅身份 宣布罗尚化的任务已经结束 并要求国防部全力照顾家属 也呼吁国军要延续罗尚化 中勇的精神捍卫国家 我要请所有的国军弟兄姐妹 务必打起精神 坚守到位 将尚化的精神延续下去 我们一起带去尚化 汉务人口守护我们的国家 殉职飞官罗尚化将安错在 花莲军人钟林池 但黎一鸣失踪飞官 潘颖尊还没有找到 不过在攻击点里时 空军黑鹰救难机仍不断出勤搜救 空军司令部表示 搜救潘颖尊的任务不会停止 记者张明哲台中报道 全国家长会长联盟 昨天是邀集了全台将近100位的家长 和教育部座谈 其中108课纲和111大学口州 依旧是不少家长最关心的议题 有家长反映 孩子在学校选不到想要修的课 也质疑整个招生时程拉到八月 大学的衔接准备怎么办 赶在课程大会举行前 教育部长潘文中 先到全国家长会长联盟 与教育部有约座谈会致辞 因为家长反映的问题 是制定与调整政策的依据之一 全长联把去年11月起全台七场座谈上千位家长的回馈 会整成六大教育议题 共113项提问清单 教育部大阵仗派出近20位国教署人员接招 先是回应许多家长关心的108课纲 尤其是孩子向父母反映 有时选不到想修的课 开放发问时有家长好奇 大学教授到底怎么看待学习历程 而111年大学考招 个人申请到6月才开始审查 教授真有时间认真看吗 教育部表示一陆续公开学习历程档案的要领 而且没有学习历程档案 仍然能够使用一次性的被审资料 但家长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事 有的高中也不确定 建议教育部发公文到各高中有所依循 记者林晓慧张国良台北报道 英国白金汉宫证实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当地时间4月9号 在温莎堡安详离世 享其寿99岁 这个消息一出 民众是纷纷前往白金汉宫 献花致议 各国的领袖也在第一时间 挚爱慰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 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 当地时间4月9号 在温莎堡病逝 享年99岁 全英国降伴其致哀 大量民众前往白金汉宫 和温莎堡献花致议 1921年出生在希腊的菲利普 同时也是丹麦和希腊的王室成员 18岁与当时还是公主的伊丽莎白 除此见面 两人便坠入爱河 为了这段婚姻 他放弃皇室成员资格与继承权 入籍英国成为爱丁堡公爵 菲利普亲王毕业于海军官校 曾在二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 在伊丽莎白继承王位之后 放弃军人身份 陪伴女王经历王室的起起伏伏 超过七十年 但在今年传出身体不适 三月住院接受心脏手术 长达二十八天才出院 大英国协成员国及全球领袖纷纷对英国王室表达慰问 白金汉室的声明中提到女王将为王夫守丧八天 菲利普亲王生前曾表达不愿劳师动众 因此不会举行国葬 伦敦预计在符合疫情的规定下 举行纪念性的军事游行仪式 公事新闻王伯文编译 我国友邦位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圣文森及格瑞纳丁 本岛北部的苏富瑞火山在九号喷发 周边居民大约有一万六千人撤离 我外交部回应 会密切注意情势发展 与我国台商及乔包保持联络 提供必要的协助 火山喷出的柱状浓烟 混合火山灰等物质直冲天际 官方预估二度喷发的高度 接近15公里 比起几个小时前的首度喷发 规模恐怕超过两倍 相隔42年 九号又再度喷发的苏富瑞火山 位于我邦交国圣文森及格瑞纳丁 本岛北部 目击者表示原本还亮着的天 每一会儿就不见天日 苏富瑞火山喷发前一天 不断窜出白烟 随后监测到火山口出现火光 盛国政府针对周遭地区 发布红色警戒 强制撤离民众 根据外电报道 周遭居民大约一万六千人 透过陆路与船只撤离 苏富瑞火山曾在1902年喷发 当时夺走超过一千条性命 盛国是我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 重要友邦与台湾建交四十年 外交部长吴钊燮与九号与盛国总理 公萨福电话联系 并承诺乐意提供协助 根据驻盛文森大使馆掌握 旅居盛国的台商及侨胞 目前人身安全 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注意 情势发展 记者们郭俊玲综合报道 台中大甲镇兰宫妈祖绕镜活动 昨天下午进入彰化市区 警方在民生路地下道周边 出动了三百多名的园警 并连抢救意外 而软轿在晚上八点五十分左右 穿越了民生路地下道 大甲镇兰宫董事长 严清彪亲自扛轿穿越 两旁的民众还鼓掌 为参与绕镜的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总计软轿穿越地下道 只花了大约七分钟的时间 过程顺利 大甲妈肉镜第一天下午 妈祖神教和大批水行的乡客 从台中市跨越大渡桥 进入彰化县 因为今年的绕镜活动正常举行 没有限制人数 很多去年因为疫情 没有参加绕镜的民众 今年都来参加 不过目前还在防疫期间 民众大多有戴上口罩 疫情好像比较改善一点 对 所以可能台湾人民比较OK 可以赶出来这样子 防疫上面会不会多注意 有啊 你就戴口罩这样子 大甲镇南宫也配合政府政策 除了要求信徒戴上口罩 妈祖神教在行径中 也不让民众钻教地 今年大家都走出来 这是一个历史 我看到很多都在走 大家都很生气 没人叫 大家都把口罩戴起来 真的是一个 真的 大甲妈绕境进入彰化 也让彰化警方不敢大意 因为几乎每年在彰化市民生地下道都会发生抢轿的状况 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 被警方列为一级战区 所以今年在民生地下道就部署三百名警力 第一个部署警力约三百名 第二个我们在现场部署了三十处的收正点 第三点我们运用了六百面的交通改道牌 第四点我们编排专车警力在现场盘查可疑的人士 只要有知识 我们会立即逮捕依法就办 彰化警方强调 只要知识就立即逮捕 呼吁民众都要冷静 大小妈第一晚住驾南药工 张望县府和南药工也免费提供场地 让香客休息惯洗 但还是希望大家都能注意防疫和节约用水 记者 邱志北 彭安群 张望报道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今天的空气如何呢 一起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祝福您有美好的周末时光 我是朱凤志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